下一刻,舞台上灯光闪烁,于谦凡卖动着修长的双腿,拿着名号单走到了台上。 关于你们各自的比试成绩和第一轮晋级的人已经选出来了,先从演员组的开始宣布。 一号,木槿。 二号,花永青。 三号。 大屏幕上跟着她的节奏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名字。 一百号,方琴。 没有报道名字的人,收拾你们的东西,走人。 现在我们来宣布爱豆族的成绩。 一号,一号,能问问你在做什么吗? 立锦,到我这来,告诉大家,你手机里有什么吸引你的东西。 立锦耸肩,越过面色苍白的和寒,往于千帆的方向走去。 也没什么,就是我家经纪人对我的一点叮嘱。 大家要是好奇的话,我不介意和大家分享。 她点开王黎最后发来的那条语音。 立锦,你一定要记住,千万千万不要在节目组里搞事情,要乖一点,知道吗? 对了,我第一了。 千帆老师,我能和你拍一张吗? 让我经纪人知道,我拿了第一,这样,她就不会整天叨叨我了。 坐到你的位置上去。 立锦看向了那个最高的位置,她坦然入座。 和寒,曾经在别的选秀节目上,坐在王座上的摄影,现在心里,该是多么的咬牙切齿啊。 名字一个个的被喊上去,胡兔和胡狼两兄妹坐在了第十和第十一的位置。 那些淘汰掉的人已经走干净了,巨大的屏幕投放出一幅幅图片。 哇,这,这是宿舍啊! 就连宿舍也是分等级的。